自从国家提出双碳目标以来 风力和光伏发电设备日益增多 新能源汽车也是随处可见 这些变化说明低碳发展的理念 已经逐步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随着国家进一步强调新制生产力的概念 这无疑将更好地指导中国的低碳发展的转型过程 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文香港研究 我是董宇 Chris 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能耗双控 向碳排棒双控全面转型的新机制 这需要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 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 并因地制宜培育新制生产力 新制生产力主要体现在新产业 新材料和新能源的领域 落脚点在新和质上 中国的能源发展需要协调处理好 能源需求增长与绿色发展 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绿色低碳技术与转型成本 等各类关系 从内部来看 中国传统能源占比仍然较高 能源结构有待调整 这将对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以及整体经济的转型效率 产生影响 此外 中国在单位GDP 能源消耗这一关键指标上 能有较大的改变空间 从外部角度分析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可再生能源正在引领 全球能源行业的重大变革 中国需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 减少碳排放 以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面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 和气候变化的挑战 中国可以通过推进新制生产力 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根本性变革 重塑能源体系 最终实现经济社会 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 首先 发展新制生产力 在加速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负能与升级 以及实现能源领域的关键技术的跨越式突破方面 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 其次 新制生产力还能够促进能源在跨领域的深度融合创新 一方面 利用各类数字技术 可以实现对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智能化管理 从而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 另一方面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有望为数字技术的持续升级 提供绿色动能 这种双向促进可以推动能源和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 构建起更加绿色 高效和可持续的能源体系 在新制生产力的推动下 培育新能源产业 已经成为中国能源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 不仅能在推动能源领域的新技术 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创新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 还能够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然而 在发展新制生产力的过程中 不能脱离现有的产业基础 中国需要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加强和优化传统优势产业相结合 此外 为了培育和壮大能源相关的新兴产业 中国未来需要专注新能源关键领域 及经济发展的重要需求 布局清能 生物智能 海洋能 地热能等多样化的可再生能源 而不仅仅局限于光伏 风能和水电这三种形式 展望未来 发展新制生产力将成为提升中国能源性精力 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进而推动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请大家持续关注中英香港研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